我丢 没看错吧 这里面有700多发马哥了 这岂不是把AW可以当步枪用了 这可不是什么创作者模式 是的 没错 尸击体验复兴模式 翼竹威胁 地图上新增了范围机器人 在园舱和生命屏障 空中有传的是早都出了的 诶 这天上的是 印度飞表 好家伙 竟然还有人想跳上去 嗯 什么鬼 还没开始跳伞就已经刷了 这机场球员是个正师傅 不得50个人跳机场 30个人跳N岗 说不定还有20条鲨鱼水中游 简直就离谱 先去军事机内的生命评量看看 好大一根 不 好粗一青天主 哦 原来是可以回血的 感觉就是国服的青龙领域缩小吧 嗯 谁要 再去再原餐看看呢 刚好 C字楼旁边就有一个 开启一下神赏 再见了 那么我请管我就要远好 别为我担心 我有快乐和只会对折 What 我这是突破二次元壁垒 来到纸片人世界了 上来直接给了三级套 不过这两把 呸 是什么意思啊 给我打怪兽用的 经过我一番探索了 终于搞明白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团筋对操的空间 不过这体面很没有真人 上来的都是人机 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换一次武器的种类 同时地形也会随之变化 看 每个人都有三根红心 代表三次复活的机会 里面呢还会有发射 微型火箭弹的所谓机器人 在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海量的威和 离开这里后呢 就可以利用威和来购买物资 嗯 时间到了 应该撤了 这 看看我这一万多威和具款 都能买的什么好东西 不是吧 这可选择的也太少了吧 建议呢 补充点物资在商店 嗯 不对呀 这没有AW们 却有马格兰 关键是价格 还和其他的子弹一样 哼 什么时候我马格兰也乱大街了 我今儿就要看看 我这一万多能买多少 说好 建议MG3可以用马格兰 建议MG3可以用马格兰 不然呀 我怕我这748要带到明年去 对了 头上这个印度飞比亚 你抠入油车海底界 我先试试能不能飞上去 哎呀 就差了没丢丢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这个模式期待不期待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